欢迎大家来到逢星期三晚提供上载的《港猫者帮》 今晚是第222集 收听方法很简单 大家也知道 www.easrubish.org 另外就是我们的podcast 我们一上载你自己就自然会找到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留言板和我们讨论 Facebook或者微博也可以 昨天的净游队爆团邀请大家出席末日晚宴 如果大家有兴趣一起送他们一程 不妨到留言板留言 参与他们不知道吃什么的净游队爆团 如果不怕被人队爆团 敬请在我们的留言板留言 因为我们为了方便统计 让五月他们可以方便知道 究竟应该是怎样安排聚会 所以就无必统统一 统一在留言板留言 另外 Gasro9也已上载Facebook 我们将来更新我们的网页 还有在药杆的地方放出来 敬请大家有时间做的话 就去看看 今期五月担正 是否可以负评表现 为什么不可以负评表现 最主要是五月担正 今晚的港满 我们上周也有透露过 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环节 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漫游者 师弟 今晚请到两位嘉宾上来 就是跟港满有关系 但又有些没关系的嘉宾上来 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我是九龙城寨的designer 朱sir 我是Charles 叫做是九龙城寨的监制 叫做吗 叫做啦 不知道给个什么title自己好 好 欢迎两位上来 是呀 跟我们今次分享港满界的第一副游戏 去分享一下 就是说一下一些关于设计这款游戏 或者制造这款游戏的时候的一些想法 或者一些如果对某些公司不满 就儘管在这里提出一下 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 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想问一下 就是在云运这么多港满里面 为什么你们会选择九龙城寨 做你们这一副board game的作品呢 其实就一开始来说 就是源于一个聚会 那次聚会来说 都会是一个 都是香港一些board game界的人 都有十几成二十个人的聚会 都是算是业界里面的人 有一些board game cafe的holder 有设计师 又有一些零售点的代表 那其实当中我们讨论了一个话题就是 某家饼家的slogan 想香港终于有手信 究竟一个什么board game 才叫做香港终于有手信呢 那晚没有结论的 始终这些什么事情 那些设计不是说 想有就有 曾志偉不在这里 曾志偉不在这里 不要紧要 都是想不到就想不到 曾志偉不在这里 曾志偉不在这里 留心游在这里就可以 那那晚有没有留心游 我真的想不到 那是假饼 那是假饼 那之后就真的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第一 港幻本身很有代表性 对于香港 全世界 港幻是一个很独特的画风 传统博装那种 另外 其次来说 真的刚好那段时间接触到九龙城寨这套作品 第一 九龙城寨这四个字本身也是很有魅力的四个字 曾经存在过的一个地方 那现在也消失了 那为什么不做百万五呢 或者是国际教育的Bot Game 九龙城寨现在还有一个公园 还有一个南方还在 新闻自由 因为当中也有些人讨论过一些政治的题材 我自己个人立场就觉得不应该放这么多政治元素 所以上一集有听那些政治元素 都是我们事后在吹嘴 大家可以不用理 因为这样是很多考核上出现了的问题 这些我们不能解释的考核 上次我也知道有一副 不过这个是题外话 那副地产霸权 不是 叫做神静一票 神静一票 其实是杀了 新静无双 新静无双 也是大富翁 九龙城寨 还有这四个字 再加上故事 本身也是香港 还有有点 余怡他做这本书的题材的时候 你看到他放了很多那些年回忆 八十年代元素 尤其是他选对的题材 无论是那个年纪还是在后三批 都会接触到的 譬如你 张国荣 虽然他已经去世 九年了 但其实很多年轻的人 都还认识哥哥是谁 这些诸如此类的元素 其实都会比较 真的可以做出一种很香港的味道 我想问一下 其实你们会不会有想过 《取狗共城寨》 有没有考虑过其他作品做board game 其实当时还同时有留意过另外一套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港曼 原作是香港的 但出版的公司是台湾的 那本是《武道康之师》 哦 那怎么算都港曼 但是他有个障碍 就是他不是彩色 对于一副card game 或board game 插图 所需要的后期工作都会有多大 突破了 其实这个 我有想过 因为这个 单纯从生产的 采取用纸的角度来说 是有得想的 你只不过要用两层不同的纸 表面上那一层要是一些 比较贴近于可能是 一些写毛笔的酸纸 那种texture 做出来 是可以做得到那种味道出来的 但是 畢竟 其实我们公司未出版过board game 第一套 也不想在用料上太冒险 因为这个 某程度上 你在试印那段时间 做成的cost 会很大 就是 初初想都是想一些 可以打得到年轻人市场的 那个作品 因为舞蹈狂和 九成都是比较年轻一些 因为其实你board game的玩家 或者是card game的玩家 都会比较年轻一些 所以来说 会适合一些 一些比较年轻人 喜欢一些的漫画 和那个题材 那为什么不出card game 我想可能考虑的东西 会更少一些 可能就是印刷卡 是啊 这个是印刷方面的 而且如果不出 純卡 game的话 会方便很多 但是这个 做不到第一套 不是这个原因 当然是王三做了 不是这个原因 不是这个原因 要抢第一套 这个不是这个 这个是因为我们想 把一个香港地图放进去 其中一个特色 因为如果有我们的game 或者在Facebook那些地方 见过版图 其实是九龙半道 和香港都是北部 其实我们是有整个香港特色 机场位 避风塘 那些地方 和地名 因为要做香港特色 最好的就是用香港的地图 因为这个也呼应了 刚才所说的 想做一个香港味道的东西 其实香港的地图 可能会很直接 但是这个也很能够反映到 还有如果有买了的听众 可能会留意到 留意到的是 观塘旁边的地 其实不是叫藍田 不是叫将军奥 是叫吊颈领 其实也是呼应当时的年代 虽然《调颈领》 这个名字是由1950年代 已经是政府官方的定名 但是直至地铁站 虽然没有人理会 它叫做调颈领 最多叫大坑 是的 那这些都是我们想 放进去的元素 那你觉得其实在这款游戏里面 就是卡游戏和坑游戏之间 除了这个香港地图之外 还有什么驱使你们去设计 要做一个坑游戏 因为其实如果用了纯卡游戏去做 那有些情况是无疑不到的 例如很简单 大家在座三位玩过 C迪那些玩过 最惨痛的经验 是不是 不是啊 他赢了 最惨痛的应该是我 对啊 最惨痛的 贏得最惨痛的 千军万马那些 是吧 大家放很多卡游戏 那种感觉 因为其实我本身设计这个游戏里面 那一刻其实很战棋化 其实我当一个战棋的设计 所以我觉得有冰 有冰原的调动 有冰原在桌面上 那种吸引性好 比一笋卡放token 因为如果不然 大家就会没有了香港的概念 就是你会问的 曾经在展览里面 外面有些人问 为什么你去荃湾 你不可以过了西环 那我也是一句说话 根本现在都不可以去荃湾 过西环 现在人人都去西环 这叫投靠还是去 但是去荃湾 都不可以去荃湾 直接搭船去 对不对 那就是说我们要做香港的特色 那变成地理上 做Graphley的地方 可以做好一点 还有冰那里 有些冰的调动 桌面上的形势 看上去比起卡游戏 是明确清晰很多 但是设计当中 会不会 卡游戏和冰箱 就是冰箱的复杂很多 又有版图 又有Token 会不会有什么 特别困难的地方 或者 你觉得可能 冰箱更有趣的地方 可以分享一下 应该这么说 一开始我们订过Game的结构的时候 都是以这个 战争类的形式去做的 这个其实 战争类来说 因为我们这次 会牵涉到不同的地盘 有不同的资源 这个可能最大的 其实原本来说 最大的困难 就是在于 究竟资源分配 和上面的势力分佈 如何才能做到平均 这个其实是 一般情况下 需要经过很多的测试 才能调整到一个 叫做平衡的状况 但这个就幸好有 朱sir 为什么这次 设计的部分 主要重心在朱sir 那里 就是因为 朱sir本身是一个 玩战争类的 题材游戏 玩得很多 一个很 年纪的玩家 知心批来的 知心玩家 不好意思 我想问一下 你们说 你们中间都有调整过 其实你们 那种叫做 Beta Test 做了多久 总而言之 我可以说的 第一件很恐怖的 就是 我第一稿 给查尔斯之后 查尔斯说 嗯 那个System很好 不过所有卡都做过了 基本上是 真是 一脚踢到盡 那一刻 好像会插 踢了什么 我反而想知道 你们由Beta到 现在 是 AlphaMeter 其实 刚才提到 朱sir说 他是一个 战企类的玩家 其实最大的问题 就是 他很多元素 都是用了 Token 即是兵 来表示 在游戏里面 而 如果全部都是用Token 我用不了 游戏插图 用完了 你用不了很多 事实上 老实的 你出一副 以港版的问题 还有Bord Game 你的Target 一定会是 其中一批 一定是本身这套 漫画的粉丝 如果你用的插图 是这么小的量 其实你对它是没有吸引力的 那 第一条条 真的要插 很多元素 要将它 由桌上的Token 转化 做卡 拿下去 那种的关系 战斗的形式 都要简化 因为 如果你手上玩 可能新玩家 都可能很复杂 但其实已经简化了很多 因为原本 还要有个资源 back 再runback 每个资源的细数 战斗处理11个step 是啊 有 我说真的 是有的 11个的 可以给大家看 我当时有耐性 听朱sir说完 11个step 我觉得自己已经很有耐性 是啊 但很精彩 真是精彩 只不过 市场定位上 有出入 要加上去 要有机会 我想说的 就是漫漫里面 他们的战斗都没有11个step 那么多 11格 就完 多格 那些大老板 很快就完 是啊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很有趣 或者觉得 很困难的地方 在设计 这个game里面 最大的 最大的 还有另一个困难 就是game的长度 难以控制 最初 我们很高威望 现在看到 拿到7个威望 去赢 原本是3个威望 我记得 13 15 15 15 13 11 即是一路减下来 7 因为又是 就市场 因为board game 还有一件事 就是需要和board game 咖啡 如果game 太长 超过2个小时 通常他们的 收钱收到2个小时 如果你把game 超过2个小时 对于人们来说 可能不搞开这个game 因为我觉得 是over time 即是要亏 他们刚刚在一个 一个小时 7、8个小时 左右 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 很恰当的一个做法 这个对我们无效 你们有个地方那么漂亮 你们开通宵的嘛 我好像未试 开过一两次 通宵玩board game 是很辛苦的 我也试过一次 这么大把 这么少就来 熬不住 年纪大了 是的 你们年轻的是可以 我们年纪大的人 是的 我们年纪大的人不行 可以坐牢最大的是我的 OK 其他有趣的地方 除了困难的地方 还有有趣的地方 我想 除了 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 好像刚才所说 香港第一个 射手信 这个应该是令到你们 很雀躍的地方 就算是怎么辛苦 也想做出来 还有没有其他 令你一直做 很兴奋的感觉 其实对我来说 本来也是一个 第一个 真正认真 去制作的游戏 但是其实 甚至乎有一些 真的叫做 玩牙步的 游戏 都是出过来的 但是都没有认真 去做到 制作的部分 到今次 真的 因为 都跟 这个钱有关 因为 授权费 真的已经给了 所以 你完成 你完成不了 这个project的话 你的授权费 是完全回不了 所以 有些事情 到你必须去做的时候 你真的去做 其实 那个过程 也是一个有趣的过程 因为 都算是第一次 真的 做到这么深入 那我就 给Charles多次经验 因为我始终在 2010年 在台湾的战机集资 推出了一副 战棋 很传统 行路局格的 就叫做 决战薩义虎 即是鲁尔克赤 和王太极 去打 荷鸦 然后战了女生族 开始 这副游戏 很幸好 在台湾出港的时候 可以有个nomination 那变了 好了 他有个心愿做了 想做了副棋 可以介乎战棋 和board game之间 因为 我见到很多的玩家 对于战棋来说 他们会有些很抗拒 通常第一句就是 笨乌屎 电话簿那么长 第二句就是 玩九年都玩不完 其实 战争的游戏 可以比较 简单 从策略性去看 我们不是打技巧 我们可以打技巧 策略性 其实 九龙城 整个game 其实是一个很策略性的 一个game 如果大家 就算我没有 我来版团的朋友 你想像一下 尖沙咀的地方 是不是向这个 维都尼亚港 向外伸的 而对面就是彎仔 那我们可以 imagine一下 就是 当是欧洲战场 维都尼亚港 等于英伦海峡 港岛等于一个英国 其实李尖沙咀的冰家必身之地 就肯定是一个法国浪漫帝 跟着 游尖望果欄那些 那些 所谓的英国 整个欧洲中部 原来巴勒是果欄 我觉得 挺有思议 我其实不是的 专整葡萄酒 我看到果欄 那时候拍照 因为最初做research 拍照 当然 那些阿叔 用这个很灵敏的藤 背着我 葡萄你 或者我只是跟着我 台湾跳的多 但是也很浪漫 进去拍 有些位置 拍一些屋子 炒了上天 外国的朋友说 这里是哪里 那里 是呀 很漂亮的 我在里面拍照 也很漂亮的 是呀 在里面拍照也很漂亮的 是呀 那变成了 港岛和巴黎差不多 You know 巴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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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他是去巴黎爪爪的 就是说英文 是呀 不是 不想被佛人追斩 那怎样都好 整个game 真的可以做一个 希望可以 从这个game 带出来 战棋未必一定是好心 玩board game 也可以领略到 策略性的风味 所以其实 也都是 朱sir所说的 这件事 就是刚才说到 战棋会像一本 电话簿那样厚 就是那些menu 很複雜 是的 所以这次来说 除了当然我们的乌仕 其一 其二就是 古本乌乌乌的presentation 都会用了一个 比较生命的手法去present 那这个 都是心血结晶来的 因为其实 这个game 本身在做art work 那些 其实 当然我是没有这个天分 去做这件事 也没有这个镜量去做这件事 但是就放了很多idea 就和帮忙做美工的朋友 去把这件事实现出来 比如就是说到一个 用分镜 去做 一个妈妈分隔 去做present的一个 rulebook 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 就算作为玩家 看到都会觉得很appreciate的一个位置 尤其是封面和封底 你竟然用下集预告 来说定有一个extension 你们都算很困难 在未出 未知道什么结果之前 就已经说明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有没有的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全世界那副extension在我脑上 还是很碎片 就是已经穿过雷公子了 所以就要借一借雷公子 那 一万年有没有刘兰哥 是的 我真的很想知道 我觉得有 我觉得真心话 硬是不提一万年 真心话 其实为什么不提呢 是因为他比我们的自由度真的很大 其实我记得那天 我什么时候第一次和一万年 或者跟余怡提出这件事 其实是我们已经在做一个draft 因为我们畢竟不是有出版经验的人 其实我们觉得准备功夫不够 很难令人 sale到条 令人肯放自己的底子 让你去做二次创作 没有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半原成品 我记得那一次我认为余怡的那一天 是她生日 因为我本身还没想到这么快认为她 我记得过年没多久 然后突然间 那天看到 因为Facebook已经加了她 其实加了她 她一定是收集的 当然 当然 那天看到那天是她生日 很多人跟她说生日快乐 其实就胆粗粗和她提出了这件事 亦都约了时间过一万年 present条件 然后后来 当然我们要拿他们的插图和版权来 当然敏感一点的授权费 那这些 其实他们亦都给了一个 我们觉得真的 很留得到空间给我们的一个价格 那这个就变成了整件事来说 那个合作真是很smooth 所以为什么你说 没有什么提醒他们 是因为真的 都真是挺有求必应的 即是我们说 假设我 要哪一张图 他真的找人执手那些test box 这个就当然一定的 即是我们要哪一张图 他都会 其次 那个 responding time很快的 我跟他说要图的时候 他基本上 他不会迟过三天来给我 不用像这些人上高灯 说要跪导 那些要很久 我第一次问他拿图 即是那次拿少一点 其实他当晚已经给了我 我下午 即数量给他少一点 下午也送他 也不是说少不少 也都是二十多幅 但其实他当晚已经传了给我 其实这件事 一万年都是很帮忙 很帮忙 你有没有插过手来 给你们很多意见 没有 余怡常说 我都不懂 我没玩过 哈哈哈哈 然后我们说OK 那就好啊 其实都挺早的时间 其实杜比也已经 跟阿梁有个共识 跟阿余怡有个共识 基本上我整件事 都是到 到几后期 那些项目出现 才再跟阿杜比接触第二次 就已经是给他这个项目看了 应该是最终的 这个我都可以做旁证 因为知道了有这款游戏 之后 我问他一些 他说 我不知道 我也不懂的 因为阿梁也是这样回答 但其实我们做了Prototype 就是我们试玩 我们自己刷出来的 鸡的版本 之后 其实我也想去present过一次 不过 他也简单试玩过 应该理解了 但他也说 我也是第一次玩的 我想说的就是 我还没说完他想说的 因为他说 我也不懂的 我只懂得赢 主要是这样 所以 其实我本来今天也想聘用他来一起 但是他说 因为他真的不懂 不知道可以 是吗 那次他说 他说不用预计我 我知道 我29日 28日 在星光大道那里 再见过他 再问过他 他说 不要了我也是不懂 但是他赢了 只懂得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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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忙 主要是很忙 不许是谦虚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会选择苦青做其中的实力 反而没有 迪秋 雷公子 哥哥 或者AV 之如此 首先第一个问题 就是 为什么没有迪秋 雷公子 那些 其实因为我和他今次的合作 是打算将故事 困住在第一集 第一集 是的 因为当时去谈的时候 第一次谈的时候 是过完年之后 没多久 其实当时 城寨2 应该是刚刚出了 没多久 所以 为什么会 不用第二集的元素 因为其实我们不知道故事流向 那 就变成了 我们默默然把一些设定 在游戏里面 其实本身可能有机会和漫娃有冲突 所以就索性将 那条事限 就放在第一集 第一集完 最多我们都只是放了少少 第二集 就是在第一集的年载里面有的 第二集的预告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反而 暂在 读者的立场 反而就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黄狗 黄狗 就是 说的是 为什么会没有黄狗 或者很多人都问过没有AV 以及吉祥 你不要再提AV 要提的 要提的 你要越来越面对这个梦演 才可以征服他 今晚就覆卓 等一下会覆卓 而且万亿不可以让他拿陈乐军和准一 一定要他面对AV 是 为什么会跳过这几个人 其实来说 世界观 对 因为这次 你见到我们的游戏里面 五大角色 有五个角色是有他自己的回答卡的 就是陈乐军 信一 十二少 大老板 还有苦青 其实这五个本身都是帮会里面的一个 一个叫做 就是坐管级 一个头目级的 应该撕走十二少环太家叔 就是太老 没办法啦 他只是躲在家里开户一下小花 还有他家叔最经典的那张照片就是 拿着叫咪长角 兼识就是 开小鱼片 赚多点钱 只有两句而已 很难让他整个爹 我觉得 他是卡拉之星 黄俊堂 黄俊堂 现在中国好声音 哈哈哈哈 你真是 所以来说 都是会处理帮会事务的人 所以黄九和AV就会抽起了 就是因为他们本身来说是一个纯粹的 打手 杀手 打手 他们基本上不参与帮会的事务 所以为什么他们都会放进去一些 叫做 例如黄九大老板的库deck里面 就会有一张叫做暗杀的卡 因为他其实都是大老板的一个杀手 去执行这些任务 还有那些combat卡有两张 做主角 因为他真的是打的 另外AV也是 有这个combat卡里面 其次也有帮陈洛军和信息防守 令到曼杰很心痛 曼杰那些 两遇AV而算 哈哈 所以定位 就变成了他们是一个 辅助的 即是那些 话事人的角色 就变成了不是一个 自己可以衍生成一个角色的 还有苦青的出现 其实很主要是整个game的平衡 因为我们的地图 我们的版图说的是 包括了香港岛的北部 分别就是北角 关制 上华 中华 这四个地方 如果你没有了一个香港的话事人 那变成了新通了 那大家向那边推展 就变成像是 鬥快跑游戏 而故事里面 其实真的唯一一个 有在香港岛 是搞事的 他可以在周围搞事的 就是 一坐在 业务范围 真是叫做 湾仔的苦青 所以就 结果就选了苦青 其实都挺辛苦的 因为 materials 真的不是很足够 因为苦青来说 本身是一个 比较 真的不是那么写重的角色 那两集半是这个 征章版 就是后来合辑那个 他出场的时间 真的比较短 那素材就变成了 真的不是很足够 但也可以掌握到 他和十二少 和吉祥的仇恨呢 那几张卡就配合了 就是这样 在第一集完之前 我们再提一提 一万年 为了要配合这副 波警的推广 就是要出到苦青外传 就是出发一集 才够多卡 可以用一下 OK 妹仔大个主人 第一集我们先休息一会 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讲 马尔邪 是的 最后会有点好 非常好 可以也觉得 好 非常好 这个 东西